歡迎來到實踐純藝術這個頻道 我是Lawrence 這個頻道是講由某一個藝術生態的角落 去看、去講、去理解這個他見到的藝術世界 之前就講了新水蜜油的第一章至第四章 連結放在下面,有興趣的可以聽 現在就繼續新水蜜油的第五章 第五章,兩年後回顧,新水蜜為何物 由進入新水蜜時間的第一日開始,已經過了兩年 而這個兩年後的回顧,就好像半年前這樣想 將會以新水蜜為何物,作為這一節的主要思考對象 因為在這段時間,某程度上是活在某一個新水蜜的空間 既然存在在這個空間 就應該為存在在新水蜜這個空間的題目上作出思考 在整理這兩年內所累積的認知和知識 到底現在的新水蜜到底是什麼 在這些知識的總結下,又會得出什麼結論 這一節的落筆時間,大致上是在所有的理論課和實踐課堂都已經完成 隨後的課堂都是以創作為核心的課堂 所以下面是以這兩年對新水蜜的接觸 以及理論和實習課堂的知識為基礎 有關新水蜜為何物,下面一共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節,新水蜜泛子的定義 第二節,觀新水蜜發展 第三節,理解新水蜜為何物 第五章,一節,新水蜜泛子的定義 對於新水蜜的定義,至今有很多方面的說法 但仍然未有一個絕對合意上的定義出現 來為新水蜜作出定義上的說明 所以只能歸納出廣義上的定義 而這個定義,不者會以泛子的三個大方向作為入路 分別是歷史性、物料性和類別性 第一種是歷史性 所致的是帶有傳統水蜜畫蜜落 是技藝成全的一種 可以是絲成、派別、臨無流傳等等 是有地區歷史背景元素 第二種是物料性 某程度上是接近歷史性 但比歷史性的指向更為清晰 只要包含了水性、物性、紫性等等元素 就能夠符合物料性在生水蜜裡的定義 第三種是類別性 泛子作品內容帶有中國文化 或者是中國文化觀念 或者是中國思想等等 而這個類別對物料性的定義是有超越性的 即是沒有物料性所說的這三種屬性都可以叫生水蜜 雖然以上的說明已經作出一個整合 但以上三點都是有限制性的 因為不是包含所有的可能性 只能夠將以上三點以外的分類都放在其他類別之上 而在這個課題上 不只偏向結合物料性和類別性作為自我定義的標準 而類別性的重要性是比物料性為高 以此作為廣義下生水蜜泛子的定義 即是指內容帶有這些元素的都可以叫做生水蜜 而最後是否叫做生水蜜 仍然取決於很多外在的因素 包括時間、人物、地點 以至觀者的經驗等等 所以上述廣義地去講生水蜜 只是一個視點下的觀點 或者只是一個協助理解生水蜜 在時間過度上的名詞 第五章 二節 觀生水蜜發展 在講觀生水蜜發展之前 首先要簡單理解一下 不者對生水蜜的定位 不者視生水蜜為一個藝術運動 在傳統水蜜之下一個尋求突破的過程 水蜜畫在這千多年來都以謝克的陸法為寶典 作為水蜜的基礎並且用到現在 另外近這百多年來主流都是推崇清四蜜 亦只限四蜜為主流 可以說這百多年間水蜜接近完全沒有向前過 這個情況可以借用李小山仲法兄里的說法 水蜜畫的發展一直將重點放在技術的發展 以至水蜜畫的理論都局限在技術上的發展 而沒有發展到純粹水蜜畫的理論 要知道技術和理論之間是有先後的關係 先後的不同就會出現根本性的影響和差異 而兩者之間最大的分別是 理論是以思考為主 理論可以創造多種技術的可能性 而技術以實踐為主 即是指第一理論支持了那種技術之後 就會限制了新理論的出現 就好像現在的新水蜜 仍然推崇技法為主的情況一樣 直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 受到西方藝術的衝擊之下 才出現新水蜜興起的誘因 水蜜畫家都在尋求傳統水蜜下的突破 發展至今 新水蜜已經走過傳統水蜜畫的分水嶺 亦有別於傳統水蜜畫 對於當時渴求突破的慾望 可以透過兩句話來理解 分別是劉國松在1976年的文章裡提出 《隔中蜜的命》、《隔不的命》 和吳冠宗在1997年的文章提出 《不蜜等於零》 兩位所提出的觀點 正正就是面對傳統水蜜畫下 需要怎樣作出最大的突破 這兩年的課程 對《隔中蜜的命》和《不蜜等於零》這兩句說法 在不同階段的習作裡 寫下了筆者當時的想法和分析 習作一 何謂劉國松所指的《隔中蜜的命》 他所指的並不是實在的形式 而是一個象徵意義 中蜜即是筆佔 可以說是傳統中國畫的唯一 不是中蜜就已經不是好畫 這種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在每一個 從事水蜜畫的畫家裡 劉國松以這句充滿挑戰性的說話 引起每一個畫家對這種傳統的反思 當然這種反思是會帶來衝擊的 不論是正反雙方 都會堅持自己的立論 習作二 文館中發表的筆墨等於零 更加是和當代藝術接軌 當代藝術最重要的是它的創造性和可能性 而筆墨等於零 首先是將固有的當代藝術的核心抽離 即將筆和蜜抽離 並否定這是唯一的重要元素 這就等同於承認當代水蜜畫 是有無限的創造性和可能性 它們由傳統水蜜畫的根本 來反思它們的定位和發展方向 新水蜜就是要突破傳統水蜜的枷鎖 所以到了現在的新水蜜的創造方向 由內容、物料、媒體、類別 以至概念上的創造模式 都和傳統水蜜畫有所不同 反思間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在某一種前提下尋求突破 而某一種前提就是本章節 第五章一節 新水蜜泛指的定義 裏面所說的突破定義的界線 就是新水蜜不是傳統水蜜 對於上述的內容 可以再一次引用梁壽銘的人類文化三路向 來作為理解工具 在第一路向就是對技術上的要求 部分傳統水蜜畫在對技術的追求到了極限的時間 就自然轉向尋找更多技術以外的事情 對所有傳統水蜜的元素都一一進行反思 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意欲 就是第二路向 新水蜜就是處於這個轉變的關節當中 而這一點符合前面一年半後回顧的章節裏 提到課程內容中的轉向 由第一年的理論課和實踐課 轉向第一年半後以目的性和追求性為主的方向 這一節是在寫總結的時候補充的 至於在這個課程最後 可以以進行第二路向作為完結 第五章 就是傳統水蜜過渡至當代藝術的一個重要環節 這個總結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藝術體系的發展過程 而這個想法是在接觸新水蜜的期間形成的 以下兩段的節錄是來自筆者不同課堂集作裏所寫的 可以看到總結新水蜜為何物的這個想法是怎樣形成的 兩段文字分別是說 新水蜜作品和使用媒體之間可有衝突的問題 以及新水蜜發展和它面對的問題 集作一 而更重要的是當代水蜜畫只不過一個名字 是不是水蜜媒介並不重要 當代藝術包括了中國畫 中國畫包括了當代水蜜畫 而當代藝術是沒有任何創作限制的時候 即是說當代水蜜畫都不應該有任何創作限制 當然包括了是不是水蜜媒介 集作二 如果將這個西方藝術發展的過程 視之為藝術體系的其中一種進化過程 現在水蜜畫的困境就好像西方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 將會對水蜜畫本質的挑戰會不斷出現 而新水蜜的出現就正好說明水蜜畫的進化過程在進行中 而新水蜜最後要面對的就是受到當代藝術的多元性衝擊 上面兩段文字就正好印證了第五章一節 新水蜜的定義和第五章二節 觀新水蜜發展裏面所說 新水蜜對虛除限制和超越限制的渴求和慾望 雖然第五章一節 新水蜜的定義的段落裏面 不過對新水蜜的定義說法都是偏向以結合物料性和類別性作為新水蜜的講義定義 和引文雜作一的內容沒有創作限制有所衝突 亦可能被懷疑這節裏面所解釋的內容有前後矛盾 在說明一種定義的時候同時否定該定義的重要性 是因為在這個發展過程裏面是有先後和輕重之分的 所以本節的總結和之前的說明兩者之間都是沒有矛盾的 最後一節是繼續講課堂的內容和上文沒有直接關係 只是延續每一個章節都講到課堂的內容 即是第一年半至第二年的課堂後記 又是簡而言之 如果要為課堂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作出比較 簡單提出兩個自發的問題 就可以得出這兩年的分別 在課堂完成的第一年之後 在創作上提出的問題會是怎樣去畫 而在課堂完成的第二年之後 在創作上的提問會是為甚麼而畫 再者第二年的課堂除了追求畫面以外 亦增強了追求畫面以外的創作內容 由概念動機怎樣去看世界以至反思等等 但以上種種的內容都是達成目的的手段 亦即是目的手段 這集來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第六章的內容會在下一集繼續 剛聽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好 拜拜